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今是耶和华俗定的日子 我们在其中欢喜快乐 接下来我们弟兄姊妹一同站立 今天的宣章经文是 诗篇九章一到二节 我们一起来宣读神的话语 我要一心吃鲜烟花 我要传扬你一切切妙的作为 我要因你欢喜快乐 自豪自豪 我要歌颂你的名 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祷告 也为下午的聚会在神面前祷告 也为自己的心灵在神面前祷告 并且邀请我们的神 来到我们的中间 亲自带领以下的聚会 求神的大人神迹启示 今天随着我们今天教会的聚会 好 下来 亲爱的天父荣耀的基督 我们向你感恩 向你赞美 主啊 今天是一复佛得胜的日子 不停止下 地球之上 望明来敬拜你 来称谢你 被主的字明 今天以感恩的心 来到你的深教寝 来赞美你 来荣耀你 因为你是望丸之王 你是望主自主 天上地下你的名 是五步屈膝 五步口称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 主啊 我们谢谢你 我们要赞美你 求你今天回到我们的中间 亲自带领我们以下的聚会 求圣灵能够大大的运行在这里 充满我们每个人的心地 所以我们今天带着喜乐感恩的心 以全心全人来敬拜 侍奉我们的神 同时求神也更快地祝福我们的敬拜团队 喜乐的灵能够来充满他们 使他们在敬拜服事当中经历到神的统战 让我们高声赞美 来荣耀我们的大君王 愿荣耀的君王能够掌现在这里 主 我们谢谢你 愿你的圣灵能够在这里大大的被高举的荣耀 主 我们谢谢你 赞美你 愿今天的聚会能够在地如同在天 主 我们感谢赞美你 同时奉高耶稣的灵败坏 以起撒旦的作为 敬你的圣灵与我们会成佗在 感谢赞美如是教徒祷告 是奉高耶稣的灵求 阿们 我家的时间交给敬拜堂队 弟兄姐妹平安 祝大家祝福喜乐 我们看看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 是不是灵上有笑容 有一句话说 净土是一群打不死的小强 听声的无可奈何的乐观者 因为厄运跟异界都不能够 打倒一个基督徒 并且会让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当中 我们都可以靠着神不断的成长 阿们 我们要靠主喜乐 告诉旁边的人 靠主喜乐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喜乐 因为神掌权 真的是要靠着神我们可以喜乐 阿们 接下来我们要唱一首我们非常熟悉的歌 大家都可以知道那个歌词 一切 对啦 就是这首 当时呢 我们他的时候 我希望我们待会儿 我们就一起啊 我们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往这边先好吗 张美竹 我们先往左边 然后再往右边好不好 我们就一起 这样子看上去就非常整齐好吗 OK好 我们开始我们的四哥敬拜 一切歌颂赞美都为我祝我的生 你是为了歌颂赞美 我们都在一个歌颂赞美 我们都恿我好 一切歌颂赞美 都给我祝我的神 你是美的歌颂与赞美 呼呼呼呼 我们高声呼喊 高居耶稣之名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赞美主 阿里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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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主 阿里路亚 呼赞美主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一切歌颂与赞美 一切歌颂与赞美 都给我祝我的神 你是美的歌颂与赞美 呼呼呼呼呼 我们高声呼喊 高居耶稣的 高居耶稣之名 阿里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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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歌颂与赞美 阿里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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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在赞美神当中 让我们的新年能够得到大大的释放 让我们借着我们的赞美 让神的宝座能够设立在我们当中 以盼望今天下午神掌管祂自己的会场 让神在我们当中 祂的名愧得到一切的荣耀 阿们 哈利路亚 你是我依靠的力量 你是我全球的爆炸 你是我的一切 你好比贵重的尊宝 我真的放弃你不要 你是我全球的尊宝 你是我全球的尊宝 黑的大赞美 黑的大赞美 你是我的一切 你好比貴重的倦巴 我怎能放棄你不要 你是我的一切 但當我追哉和羞辱 使你復活我們救贖 你是我的一切 當我跌倒 當我跌倒你扶持我 當我尷尬你充滿我 你是我的一切 耶穌神道要 陪得大藏輩 耶穌神道要 陪得大藏輩 當當我追哉和羞辱 當當我追哉和羞辱 使你復活我們救贖 你是我的一切 當我跌倒你扶持我 當我跌倒你充滿我 你是我的一切 當我跌倒你扶持我 我跌倒你 耶穌神道要 陪得大藏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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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圖神道要 陪得大藏輩 陪得大藏輩 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开口来赞美祂 让我们一起开口来送赞祂的名 赞美我们的主 祂是望王之王 是望主之主 祂是上帝的羔羊 祂是那被杀的羔羊 祂是那一位当当我们的罪债和羞辱的主 祂是那一位拯救我们脱离黑暗权势的主 祂是那一位为我们死过 也为我们复活的主 哈利路亚 我们因为今天依靠祂 靠着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可以得位 成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可以与众生徒一同同的基业 是因着耶稣基督 祂为我们做成了全被的救恩 我们开口来赞美祂 我们开口来圣赞祂 开口来 一同来高举主耶稣的名 天上地下唯有耶稣的名 无不屈膝 哈利路亚 我们一同来赞美祂 我们来敬拜祂 哈利路亚 主我们谢谢祢 我们一同来寻求祢的面 我们主啊 我们想到祢的大爱 当我们思念祢的大爱 我们的心真的不被祢的恩所感动 当我们思念祢的面 我的心里就有莫名的感动和喜乐 因为主祢是我们的喜乐 祢是我盼望的拥有 主啊我们依靠祢 来寻求祢 哈利路亚 谢谢祢的书 是我的胖 我所依靠祢 我所赞美的 我们一起来 祢我来寻求祢的别 求祢充满我 来充满我 祢我肯无你的同在 求祢接近我 来充满我 祢我来寻求你的别 祢我来寻求你的别 求祢充满我 来充满我 祢我 祢我肯无你的同在 求祢接近我 来充满我 一起来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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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的宝血洗近我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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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你与安天为我光明 让我们再次来 寻求祢的别 祢我来寻求你的别 让我们再在一只刻里 都会可怒 一千五行的同在 来充满我 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 祢我肯无你的同在 祢我肯无你的同在 求祢接近我 来充满我 祢我肯无你的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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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肃月后看看他 祢 services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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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宝宣洗尽我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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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恩典 唯我 光滅 十字架 十字架 永是我的荣耀 我从罪都喜情间 回到耶稣的宝宣 十字架 十字架 永是我的荣耀 我从罪都喜情间 违靠耶稣的宝宣 违靠耶稣的宝宣 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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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是我的荣耀 我从罪都喜情间 违靠耶稣 保险 永是我的荣耀 我们一起来宝告 做我们的挽回祭 成为我们的遮盖 主啊 你的宝血流出 赦为我一切的罪名 主啊 你若纠纏罪名 有谁可以在你前 站立的罪名 但你有丰盛的理念 你有无尽的恩典 你总是按照我们的本相 接纳我们 你总是用你大人的宝血 厚厚的遮盖了我们 用你大人的宝血 解禁赦为我一切的罪名 叫我们这一帮蒙恩的罪人 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 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 归给坐在宝座上 为我们死过又活 复活的耶稣基督 唯有你的名 配得我们的赞美 唯有你的名 别在当中也当被告去 主啊 让我们众人都养候你 主啊 让我们众人都遵从你 主啊 让我们众人都遵从你 主啊 让我们再次爱这颗感恩的心 向你唱出我们心中感恩的歌 主啊 谢谢你 把我们从罪当中救赎出来 把我们从黑暗的全世界拯救出来 今天 叫我们依靠你的人 罪你的生命 让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孩子 主啊 谢谢你 我们一同来赞美开口 来成熟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感谢他为我们 做成了很期待的救恩 我们一同来赞美他 一同来敬拜他 这位耶稣基督 哈利路亚 赞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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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谢谢你 哈利路亚 谢谢耶稣 哈利路亚 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 用我们口中的话语 用诗歌来送赞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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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我口 敬拜你 和我相提 吴我十分之夜 主耶稣 主耶稣 用我口 敬拜祢 主啊敬拜 欧我主 奉佩了一切的敬拜 啊敬拜 祢向我 实在 既然慈爱 赢一来 救赎我 脱罪了 如果您 主耶稣 主耶稣 用心灵 真实 敬拜祢 再一次 主耶稣 主耶稣 再次发自内心的对主唱歌 用我口 敬拜祢 欧我主啊 欧我主 大敬拜 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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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谢谢祢 我谢谢祢 赞美 用心灵 真实 千万亿 你的爱救赎我 我们一起告出 我们的双声 大声的双声 大声的感谢 救赎我 救赎我 脱罪爱 如果你还没有要感谢 主耶稣 我们祈拜你 主耶稣 有心灵 有心灵 尊世 几百亿 你的爱救赎我 爱的永远 你的爱救赎我 我祈拜你 我祈拜你 主耶稣 谢谢祢 我赞美 主耶稣 有心灵 真实 千万亿 你爱救赎我 谢谢耶稣 你爱救赎我 我祈拜你 我祈拜你 主耶稣 主耶稣 用心灵 真实 几百亿 你以我们一起来报告 哈利路呀 主啊 谢谢你 在这里 在这个时刻啊 我的心 充满着感恩 主啊 若不是你的救赎 若不是主的大爱 真的有我们 如此的盼望的今天 主啊 你给我们的厚恩厚爱 我们笨拙的控制 真的难以来诉说 我向你 信赏 对你的敬拜 我向你 信赏 对你的赞美 主啊 谢谢你 赞美你 我感恩 我敬拜 我带着我的心 来到你的面前 谢谢耶稣 哈利路亚 让我们开口来赞美他 开口来敬拜他 哈利路亚 主啊 谢谢赞美你的神 当我死在破坊当中 当我在魔鬼的手下 不能胜过的时候 当我在黑暗当中 捉索 我用一时那一道曙光 你照亮了我的生命 你开启了我 掌心的人生 是你的爱 扶持我走的无情 是你的大爱 一直在我们身边 陪伴着我们 主啊 我谢谢 我赞美你还不要 我们一起相声 欣赏我们的感恩 我们再次来 主耶稣 我们再次来唱这些诗歌 主耶稣 我们再次来唱这些诗歌 祝你爱 祝你爱 就是我 脱水而 如荒命 主耶稣 主耶稣 用心灵 诚实 敬拜你 祝你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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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赎我 祝你爱 脱水而 如荒命 如荒命 祝你天 神灵 祝你爱 神灵 神灵 敬拜你 让我们口唱星河来赞美我们的主 因为谁在我们生命当中 展示奇妙的救援 世神就是我们 脱离黑暗的全世 带我们进入光明的国度 我们本来是成人之子 是黑暗之子 今天也在主的大爱 我们的身份 我们的地位 我们的命运 改变 今天我们可以堂堂无惧地来到主的命运 我们今天因着我们的父的大恩典 领到了我们 是我们今天信靠主的命的人 不致命亡 反得有神 这是神奇妙的恩典 领到了我们 主啊我们今天来到神的命运 我们每个地位姊妹 还有神的理由 不来神向神屈膝敬拜 不向我们神感恩 神啊求祢这天恩待我们 求祢的宝血能够寂静我们 让我们 让圣灵来充满我们的心地 赐给我们每个人有一天感恩的心 幸福的心 使我们能够一生一世来敬拜我们的神 来高举我们的圣灵 主啊我们谢谢祢 我们赞美祢 也借着我们今天的敬拜 求祢再次来到我们的中间 看过今天下午的两堂的聚会 求祢与我们贵禅同在 与祢的仆人同在 祢胜高悠高慕大 使祂父母被满意 使祂说每一句话 能够经过祢的宝座 使祢听到的人能够造就的一错 同时求祢也恩待每个弟兄姊妹 使每个弟兄姊妹 今天带着虚空的心灵 来到祢的面前 来聆听祢与祢父的话语 主我们谢谢祢 我们赞美祢 当我们聚会的时候 奉靠耶稣的人拜话一起 福音上来拦住 主去撒当的一起的作为 我以真理的圣灵 与会常同在 主我们谢谢祢 赞美祢 如此祷告 是奉靠耶稣您求 来 下个时间 交给予生态公司 采访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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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中午吃饭 还有这么多弟兄姊妹 这些付出 其实每一次的主日 真的有很多的人付出 每一次的主日 你如果能享受到这些恩典 其实我们说一切的恩典 来自神之外 其实也有更多的 我们对各位弟兄姊妹的付出 我们共同创造出更多的恩典 我们真是谢谢他们 我们把掌声 谢谢主也谢谢 各位福祉 也谢谢你自己 也有在我们当中 很多弟兄姊妹 也有参与服侍 好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觉得在生命当中 谁的话要好好听呢 这个属灵啊 老婆的话要好好听 那我说了 医生的话要好好听 同意吗 同意 在半年多以前 因为我有一次痛风 那一次痛得不得了 后来就去看医生 看完医生之后 他们就说 你这个尿素太高 然后还查了一下 我全身都应许了 应了大概二十几种啊 后来说这个 钢油这些太高 那医生说 你这个高的 已经有病高了 要吃药 尿素呢 暂时你先有些东西 先给你吃看看 半年能不能好下来 结果我就吃了半年 也进了半年 结果一查 一抹一抹 为什么一抹一抹一抹呢 因为我吃药的时候呢 有时候忘记了没吃 那医生说的嘛 你要听听吃 那有时候呢 也忘记了吃两次 你看看 有时候呢 当我们说 你这个不能吃了 那个酒也不要喝 但是有时候还是喝了 那有时候呢 医生说 你这个我开给你 要吃半年 吃完之后 你就去硬血 硬完血拿单子就给我 我吃完药之后 我两个多月还没去硬 第三个月才去硬完血 所以医生一看 差不多 你看 没有好好听医生的话 就没有效果 所以我看完之后 他就说再给你开药 这一次尿素也降不下来 再加一个药 降尿素 所以现在吃点很重要 现在稍微有你听话 每天精神吃 所以好好吃药 听医生的话 要好好听医生的话 当然也会有效果 但是我们做基督徒呢 信耶稣呢 你要好好听耶稣的话 所以今天 我那个笔没戴上来 所以我的高明了 你可以这样吧 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 信耶稣就要好好听到 好 我们下面呢 我们就赌一下 谢谢 谢谢 好 下面我们就赌一下今天的经文 我这里没笑的 是吧 有 好 我们先把经文赌一下 我们今天分享的是 这是在路加福音第八章四到二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 一 我分开来读吧 这经文太多 一起来 好 请这边就先来读 第四节 一二三 当许多人聚集 又有人从各层里出来 敬耶稣的时候 耶稣就用语语说 有一个傻种的出去傻者 傻的时候 有落在路旁的 被人敬叹 天上的飞鸟 又来吃进来 有落在盘石上的 一出来就枯干了 因为你的不早滋润 有落在荆棘里的 荆棘一同生成 把它挤住的 又有落在豪土里的 生成起来 结识宝贝 耶稣说了这些话 就大声说 有耳可听的 就应当听 我们下一页 这两节就我来了 很短 能够问耶稣说 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 神国的奥秘 只叫你们知道 至于别人 就用比喻 叫他们看也看不见 听也听不明 我们再看下一页 请这里有几个来读 一二三 这比喻乃是这样 种子就是神的道 那些在路盘的 就只能听得到 随后从何未来 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 恐怕他们信了得救 那些在马里上的 就只能听到 欢喜挺受 但信中没有分 不过暂时相信 几次遇见事件 就退过了 那或在心底里的 就只能听得到 走开以后 被今生的思虑 潜采 厌恶记住了 并接不出 成熟的子力来 那落在豪土里的 就是能听得到 持守在 诚实上的心里 并且忍耐着 结实 下一页 请这位弟兄姐妹来 一二三 没有人 引灯用细腻盖上 或放在船底下 乃是放在灯台上 叫进来的人 看见亮光 因为隐藏的事 没有布 不露出来 被人知道的 所以 你们应当小心 正亮君 因为他有的 还要加给他 把没有的 别他肆意 有的 别要夺走 好 这 就 这个我们就一起来 最后三集 一二三 耶稣的母亲和他弟兄来了 因为人物不得到他跟起 有人告诉他说 你母亲和你弟兄 站在外里 要见你 耶稣回答说 天啊 神知道 我遵循的人 就是我的母亲 我的弟兄了 好 各位姐妹这个就是 啥种 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是我们温州的话 你种水稻 没有这种啥种的 我们是先把秧苗弄好 再去擦 这种是种植率和利用率 是最高的 但是在两千多年以前 还是这种方法 所以这个就会出现 有种子落在路旁 落在石头上 落在荆棘 就会有这种情况 这是正常的 这个图片呢 给大家看一下 好 今天我们分享的信息是 信耶稣就要好好听到 对吧 别人说一下 信耶稣就要好好听到 好 好 亲爱的姐妹 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 有些人对于这些经文 并不会陌生 我们常常称这个比喻为 撒主的比喻 从比喻的重点来看 撒在怎样的土地上 才是关键所在 因此也可以 称这个比喻叫做 突然的比喻 也是可以 因为重点在于什么样的突然 那么在耶稣生平的传导当中呢 可以说他不止 生平不止一次讲过这个比喻 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 都记载这个比喻 那你说耶稣是在 加利利的海滨讲道 因为人非常多呢 耶稣就坐在船上 讲给岸上的人听 这样子这些人 就不会拥挤耶稣 那今天我们所读 路加福音呢 并没有说在加利利的海滨 他只是说 那天来了很多的人 从周边的城市 也来了很多的人 这是耶稣可能 在一块很大的平地上 在那里讲这个比喻 那么总之呢 耶稣生平传道呢 应该多次的讲过这个比喻 四卷福音书中 三卷福音书 都记载这个比喻 可见这个比喻 重要的意义 那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 不仅仅只是这个比喻 中间还有耶稣的门徒 门徒请教耶稣这个比喻的意思 以及耶稣解释比喻 对吧 我们刚把经文读下来 要知道今天有 耶稣讲比喻 门徒请教比喻 什么意思 然后耶稣解释比喻 还有呢 耶稣说 祂的话就像灯一样 会照亮人 也就是说你们听 一定要专注的听啊 然后我们最后的经文读到 耶稣的母亲跟兄弟来照耶稣 耶稣借着这个情况来说明 他说听他话 行他话的人 才是跟耶稣是有关系的 真正跟耶稣扯上关系 不是靠血缘关系 是靠你是不是 听他的话 行他的话 如果这样 你跟耶稣才是有关系 那么今天我们就会从 这个四节到二十一节 这个大的段落 看我们信耶稣的人 为什么要很认真 听耶稣的话 那么这段经文呢 借着撒族的比喻 说明耶稣的话语呢 就像种子 人们到耶稣这里来呢 要认真地听 耶稣的话很重要 那么这段经文多次强调 人要听耶稣的话 比如说在第八节 耶稣说完的比喻 耶稣大声说 有而可听的就应当听 那还有呢 耶稣对门徒解释这个比喻的时候 耶稣解释这四次提到 人听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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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次 那耶稣也继续解释之后 又继续强调说 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 那个小心怎样听 你们的意思说 要专注的听 在这件事情上 你要很专注的听 那么最后二十一节 耶稣强调 听了神的道 又遵行的人呢 这些人是 是耶稣的母亲 是耶稣的兄弟 意思说 只有听他的道 行他的道的人 才是真正跟耶稣有关系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我们怎样才是 好好听道呢 我们先来看 第一 听神的道 一定要追求更明白 有朋友们说一下 听神的道 一定要追求更明白 现在弟兄姐妹们 我们先来谈一谈 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 我们先来谈 耶稣讲话为什么用比喻 比喻在耶稣的传造当中 有什么功能 比喻有几种功能 第一 讲比喻的时候 可以讲大家了解的一个东西 用这个东西去比喻 大家不懂的东西 那么你根据这个懂的东西 你就可以去了解 那个不懂的东西 这个是一种比喻 可以让人更加明白 那比喻除了这个呢 比喻还有预言的功能 就是说把将来的事讲出来 有时候也需要讲比喻 因为将来的事你也看不进 我也看不进啊 你看不进怎么告诉你呢 透过比喻告诉你 哇 将来会发生谁的事 所以这也是比喻的第二个功能 比喻还有个功能呢 是比喻可以引导对方思考 然后你自己做出决定 这个也是比喻的功能 这个功能 大家还记得我上次讲到讲什么 讲西蒙 还有那个有罪的女人 对不对 那个西蒙觉得女人是罪人 耶稣怎么跟女人这么接近 耶稣应该不是行之 那西蒙不觉得自己是罪人 耶稣为了让西蒙知道自己是罪人 那耶稣用什么办法 耶稣就讲故事 讲故事让他明白 让他自己发现自己是罪人 其实我们是罪人啊 不是别人告诉你的 如果你是罪人到今天 还是别人告诉你的 那太可怕了 你根本没有得救 你如果是罪人是自己发现的 你自己发现你自己是罪人 你才会悔改认罪 如果你觉得你是罪人 都是别人告诉你是罪人 那有点麻烦 所以耶稣为什么跟西蒙讲比喻 让他思考 让他自己发现 他自己是罪人 这也是一个比喻的功能 那比喻还有一个功能 叫什么 比喻有委婉的表达的功能 就是说直接讲给你听 你会不接受的 那得想办法 对不对 不能直接讲 有一句话 跟温州话叫什么 打伯节养奔远 打冻节养奔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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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这个也是比喻啊 有些比喻 你直接讲人家接受不了 那微晚一点 直接讲我们这个针锋相对不好 我们微晚一点讲 这个也需要用比喻 还有比喻还有什么功能呢 比喻还有一个功能可以说 比喻让人听起来有不同的层次 看你水平到哪里 水平低理解的层次低 水平深理解比喻的层次就深 所以比喻是哲理 不同的人有不同程度理解的 你看 我上次李静长老来到我们当中 晚上也给有些弟兄姐妹上了一些课 他都是在讲故事 对不对啊 有时候你会觉得好无聊 为什么不讲圣经 不讲真理 不讲罪老是讲故事 所以长老常常 他讲完之后 他上完课 他都会问我 他说你们懂吗 我们说我们懂吗 有一次我们在 我在西方牙上课 我们有时候上课在山上 另外的地方上课 因为他的课学生很多 然后我们上完课要坐车到学校吃饭 有一次我们上完课 我们几个学生就和长老呢 李长老一起坐着车 然后我们就一路下来去学校吃饭 路上大概有20分钟 然后长老就坐在前面副驾驶 我们五六个学生坐在后面 然后长老就问 今天我上课讲的东西 你们听懂了吗 我们四五个学生起口回答 长老我们懂了 然后路上还有十几分钟 长老一句话都不讲 他不讲是因为我们懂了吗 还是因为我们完全就不懂 是因为你就不懂嘛 谁说自己都懂了嘛 你的上课都讲不懂 还有什么话可以讲 没话讲 算了 其实你根本就不懂 所以弟兄姐妹 耶稣讲完撒走你的比喻之后 门徒师底下就来问耶稣 他说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啊 但是你在赌的时候 耶稣的回答好像让人更不懂 耶稣说什么 神国的奥币啊 只要你们知道 至于别人 我就用比喻 我用比喻干嘛 就是他们看也看不进 听也听不明 哎呀耶稣讲比喻 不是让人更懂吗 结果为什么耶稣讲比喻 要让人听不懂 对不对 好像你越读越不懂 耶稣越解释你越听不懂 所以我们这样想 其实是对经文有误解 耶稣讲比喻 的确是为了帮助人 让人听得懂 但是之所以讲比喻呢 因为神国 这些事情啊很难懂 当然你们不觉得 听过很难懂 听到很容易啊 你们不觉得难懂 因为你不懂 你才不觉得难懂 对不对 又听不懂 对不对 你不觉得这个很难懂 你才会觉得这个很容易懂 真正懂的人 才会觉得难懂 对吧 所以你看 因为神国的事 真的是很难懂 神国的事情 是被隐藏的 这段经文说 是奥秘 是隐藏的 耶稣要透过启示 神国的福音 给人懂 所以要透过启示 让人懂 但是还有 许多人不懂啊 那些人为什么都不懂呢 听不懂呢 不懂的原因 我们要注意耶稣 在那经文里讲 耶稣讲的句话说 我讲比喻是 让他们看也看不见 听也听不明 耶稣讲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是引用了 旧约赛亚书 第六章第九节 我们 第六章第九节 再看到第十节 就知道他们为什么 那些人看也看不见 听也听不明 那经文说 第十节说 要是这百姓心蒙之油 耳朵发尘 眼睛昏明 就说 那里以赛亚书 形容当时神的百姓 心里蒙上了厚厚的油 耳朵发尘 眼睛昏明 圣经说 恐怕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 病得一致 意思说我巴不得你这样 所以原来以色列名是 心里刚硬 门上一层油 这样的人 是听不懂耶稣的话 是不明白真理的 所以弟兄姐妹 我想请问大家 门头来问耶稣 啥种的 啥种的比喻 是什么意思 那那些百姓 也听了耶稣啥种的比喻 对不对 那他们为什么没有来问 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是门徒来问 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 是门徒听不懂 是百姓都听得懂 是来问的人不懂 还是不来问的人都懂了 来问的人懂了 还是不来问的人懂了 是谁懂谁不懂 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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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不来问的是完全不懂 来问的呢 懂一点点 懂什么 懂自己不懂啊 这就是懂啊 你知不知道啊 我们最大的懂是什么懂啊 你要知道自己不懂 已经开始懂了 问题是你知道 你是觉得自己都懂啊 这个才是大问题啊 罪人认罪也是这样啊 你不觉得自己是罪人 这才是大问题啊 你开始觉得自己不好 已经好起来了 就是这样啊 所以我们来看啊 我们这个教会开拓以来 我算了一下 我再讲到 大概已经讲了五十堂信息了 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来问我 说这里的经文 为什么这么解释呢 或者来问 你为什么讲出来是这个意思呢 你们从来都没有问啊 我以为你们全都懂啊 还是你们根本就不懂 不懂 不懂 不懂没有问题 所以耶稣将神国福音的信息 可以说因为是奥秘 所以耶稣要讲得让人懂 所以耶稣用比喻讲 但是听见的人 真的真的 有些人完全不懂 完全不懂的人 听见之后是怎么一个访议呢 就是这里说的 完全不懂的人 就觉得这简单啊 耶稣今天讲道讲道 就是讲啥种嘛 撒下去有四个土地 有些收有些不收 这谁不懂啊 我天天这样撒 我天天都这样 耶稣讲道讲啥种 对啊 有些人就说耶稣讲道讲啥种 对吧 就像有些人听了 上上次的李敬长老的讲道 长老讲什么今天 哦他就讲那个彩色的梦 跟黑白的梦 所以有些人真的觉得 耶稣就是讲啥种 他觉得自己完全懂了 其实就是完全不懂 懂了一点点的人呢 就像这个门徒 就来问耶稣 耶稣啊 这个比喻啊 是什么意思啊 对不对 这门口开始有点懂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也称你们亲爱的听道的人啊 完全听不懂的人 就像这个啥种比喻当中的第一类 傻在路盘的 那个傻在路盘的是什么呢 傻在路盘的 就被浸踏了 被飞鸟吞吃了 所以耶稣解释说 这是魔鬼的工作 是他把神的道 从你心里面拿走 所以耶稣这里特意称他是魔鬼 而不是撒当 你要注意 魔鬼名字的意思是 诱惑人的 试探人的 这个名字的意思是 对抗神的旨意 讲毁谤话的 所以神的道是醒名神的旨意 而魔鬼是 对抗神的旨意 他是专门让人 对抗神的旨意 对抗神的话语 所以 神的话在讲的时候 你在听的时候 魔鬼就会把它拿走 把它拿走 让你觉得 我完全听得懂 其实都不懂 所以弟兄姐妹 你要注意想想你自己 你是听得懂了一些 还是听得懂一点点 还是有很多问题 要进一步明白 你觉得你是完全懂了 很可能你是完全不懂 所以我为什么要这样说 因为今天我们读的经文 在十八节就这样说 十八节说 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 因为仿有的还要加给他 仿没有的 令他以为有的也要夺取 这个意思说 听懂一点点的继续听 继续听 神会让你越来越懂 越来越懂 你看很多不懂没问题 至少你懂一点点了 还有很多问题 正没问题的 问题就怕你没问题 对吧 有问题说明你开始懂了 然后你会继续听继续听 你就越来越懂 听不懂的人呢 他说令他自以为有的也会失去 这里听不懂的人 会继续听不懂 到最后他所有的都会失去 这个到最后所有的失去 是指耶稣再来 审判的时候 你在天国里 你一无所有 所以没有的人 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取 注意这里经文啊 他说没有的人 他说有啊 有什么 是自以为有 其实是没有 所以现在关于神国的福音 一无所有的人 将来也是一无所有的 所以经文不是说 他现在有 注意这里的有 其实是自以为有 等于你是一无所有 我不知道 你觉得自以为有吗 自以为有是一无所有 自以为有 是自以为全懂的 小心 你可能完全不懂 听到的时候 你可能只听到表面的故事 背后的神学真理 你可能根本听不懂 所以完全不懂的人呢 也有个特征啊 就是最能专懂 对不对 完全不懂的人最能专懂 懂一半的人很难专懂 知道吗 所以我们有时候 说到我们有时候在上课的时候 特别上去建造了课 他常常都是跟我们讲 生活中的事情 我们听了半个小时 听了一个小时都说 为什么还没有开始上课 15分钟就要下课 然后一下课 好像还没上课 其实他已经在教我们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亲爱的姐妹 天神的道呢 一定要追求明白 把耶稣说访有的 还要加给他 对真理的明白呢 一定是日积月 一点点懂起来的 所以有人说 我读圣经读不懂 不想矜持了 我不读了 你读不懂 已经开始读懂了 你懂吗 对不对 你说你自己读不懂 你开始懂了 你矜持下去 你不可能读一次 你就能读懂了 你要一点点 静静明白 所以有些人 圣经也没怎么读的 听道理也不来的人 然后说急 听不得道理 说自己很懂 我就好害怕这些人 所以你看 圣经 写圣经 神都用了两千年 所以圣经的真理 是静静歧视的 那你明白圣经 也是慢慢慢慢明白的 所以这是第一 第二我们看 听静的道 勿要矜持 继续相信 亲爱的女友姐妹 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第二类的种子 这些种子被撒在盘子上 就是指撒在银石上 下面是一层 行鞋的土 你看这里就有石头 那么这些撒下去 它也会长 但是很快就枯干 因为他撩不到水的滋润 那耶稣解释说 有人听了道之后 他对神的道呢 是有回应的 他非常高兴 哎呀 信耶稣好啊 很高兴 但是因为心中没有根 这个心中没有根 怎么理解呢 我们可以理解为 心中没有正确信心的根据 没有根据 信心 正确信心的根据没有 他的信心是暂时性的 暂时性的意思说 一切事情都很好 凡事很顺利 这叫暂时性 如果遇到试炼了 哦 信心就没了 退后了 结果就枯干了 所以一时信心的生命 就失去了 所以耶稣与种子 在土地里生长结果之 比喻 真实的信心 你必须是持续性的 省的道是有生命的 就像种子一样有生命的 种子是需要在泥土里 要经历很长的时间 然后还要经历发芽 经过发芽它要长出来 要经过阳光 经过雨水才是长大 长大它开花 开花之后才解出果子来 我今年在家种个五花果 我等到现在才吃到五六个 它三月就发芽了 我等了半年多 真的好辛苦 但是需要时间嘛 就得需要时间啊 结果子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信耶稣 如果你要看到 我信耶稣的结果 那你得等 等多长啊 起码等好几年 或者等个几十年 有可能要等一辈子 这是信耶稣 信耶稣不会马上有效果 要花时间的 所以有些人信耶稣 他的信心缺乏正确的根基 他的信仰就像明经信仰一样 带有功利主义的目的 意思说信耶稣啊 就像拜女性一样啊 我多拜拜 我多烧饼香 我给庙里多捐情 哇神明就马上祝福 祝福啊 哇生意兴隆 家庭平安 事事顺利 然后你信耶稣呢 哎呀对信仰的认识 你也想跟拜女性一样 你就是那个 如果你是这样认为啊 你就是撒在石头上的种子啊 你一遇尽试炼 你的信心就失去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信耶稣不仅仅只是一次 我说我信耶稣不是一次 任性是持续相信 叫信耶稣 不断的相信 你看圣经当中 信心相信这些字啊 从原文来看 中文读不出来 原文看百分之八十 都是动词 动词 动词 是一个动作 意思表示你要不断的 一次一次的相信 相信相信 对吧 善周信息 谈信心的层次 对不对 你看那个大臣 他儿子快死了 求耶稣 耶稣还不去 耶稣说 你儿子好了 回去吧 这个大臣 他就回家 你觉得他回家的时候 他路上 在怎么想 他可能一下子想 嗯耶稣说话了 我儿子一定会活的 走走走 哎呀我儿子 哎呀会死啊 我回去怎么办呢 我儿子一定会死 那就走走走走 又觉得哎呀 我要有信心耶稣说了 一定好一定好 但是又走走走 哎呀我儿子一定会死 他肯定是这样的嘛 所以你看 单单那个仆人啊 知道 他儿子活了 那个仆人 赶紧要告诉这个大神 赶紧告诉他 拼命跑 跑过来 告诉主人说 你儿子活了 他一听 他第一个问题问什么 他第一个 什么时候好的 因为他要确定啊 耶稣是什么时候说的嘛 对不对 我儿子好了 是在耶稣说之前 还是耶稣说之后 还是耶稣说的时候就好 结果他一问那个时经 就是耶稣说的时候 他儿子就好 哇 这个心就掉下来 对吧 后来圣经说 他全家都信了 所以这个信心 经过这个考验之后 这个路上 哎呀要信还是不信 哎呀要信 你也不需要经过 这个痛苦之后 你信心就成长起来了 那信耶稣你的信心 要经历痛苦啊 要经历挣扎呀 经历经历之后 你就信心就大起来了 所以这就是 信心要经历的 所以弟兄姐妹 要相信 要持续 要不断的信耶稣 经过试炼 能提升我们的信心 所以信耶稣 不是一听两听 马上能看见效果的 像旁边讲 信耶稣不是一听两听 马上有效果的 信耶稣要需要使劲 是种子撒在地里头 结出果子来 起码要半年 对吧 所以信耶稣不是 马上看见效果 信耶稣 我们也不是带着 功利主义的明清信仰 信耶稣 我们就要花时间 要等待种子发芽 长大开花 结果之日 你才有收成 所以信心的功夫 也是忍耐的功夫 好让我们读一些经文 好 路加福音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八章四节一二三 那若在荒谷里头 就是人听了大 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 并且忍耐着坚持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二节一二三 只因有不法的事尊多 许多你的爱心 才静静静的淡 唯有忍耐到你的 必然的救 好我们再扣 第三 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一二三 我们将书确实的信心 经此道理就在基督里有份了 希伯来书六章十五节 这样 要伯拉罕既很久忍耐 就得了所应许的 要忍耐 信心就是要花时间 第三 听了道 还要拒绝世俗的价值 听众兄姐妹 那我们看第三类种子 那些是什么 是撒在荆棘里的 这个种子 你看下面都是荆棘 这个种子是撒在荆棘里的 它的荆棘中 这个种子有没有发芽 有 有 有没有成长 有 有没有解除果子来 没有 所以这些种子有发芽有成长 为什么不能解除果子来 也就是说这些种子跟荆棘一起长 它会被荆棘集住了 就不能解除果子来 那这些荆棘是什么呢 耶稣说 耶稣解释说 就是今生的思虑 情财 应乐 把它集住了 就解不出成熟的子弟来 所以弟兄姐妹 今生的忧虑 今生的财富 今生的应乐 原文可以翻译成今生的享乐 一个是思虑 财富 享乐 这些我们每个人都会享有吧 也都有 思虑也有 对吧 财富也追求 享乐也想要 但是生活中 确实有很多的忧虑 但是这些忧虑 常常会击碎我们的信心 今生的财富 我们也享有 越多越好 我们可以说 为了今生的财富 我们都是拼了命的 对不对 这样讲比过分吧 拼了命 今生的享乐呢 我发现我们这些人去旅游也是拼命的 法国人去旅游是很轻松的 我们旅游好像说 不往一往 不搞一搞 就好像浪费时间 所以就拼命去沙汤 拼命去哪里往 是不是这样 我们旅游必要拼命 这哪里是享乐呀 对呀 太拼命了 所以我们是拼了命的 把撞来得起 拿去拼了命的消灭 都在拼你 我们是用今生的短暂去换 得那些虚空的快乐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不应该像那些 只追求今生快乐的人 今生很短暂 告诉旁边的人今生很短暂 将来是拥有远远的 我们看有一首诗歌 我们会唱的有首歌 宋别长庭外谷道兵 我想大家知道 这是这首歌的持作者是 近代中国有名的思想家 诗人音乐家书法家 他名字叫李苏彤 他写的一首诗 他诗里面有两句话 他说人生犹如西山日 他说人生像西兵山上的泰兰 人生就是落山的 富贵终如草上花 你的富贵就像草上的花一样 你这样子就会凋零了 所以基督的眼光要看得远 你要看见永恒 永恒比短暂的今生重要多了 所以保罗说即使在今生受苦 其实保罗也讲是无所谓 保罗说比起永恒的荣耀 今生的苦难就算得什么 所以今生的忧虑 今生的情才 今生的享乐 都属于世俗的价值 他就像撒在金 他就像种子撒在荆棘当中 虽然你信耶稣 你也发芽 你也成长 但你终究不能写国子 因为世俗的价值在你里面 所以有很多基督徒 而且我们也是这样 省得国也想要 世界也想要 一兵信耶稣努力 一兵追求世俗的价值 我们也拼命 我们两只脚 一只脚踩世界 一只脚踩着神的国 小心脚踩两只床 告诉旁边的人 小心脚踩两只床 总有一天掉在海里 告诉他们 所以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说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饿这个就是爱纳的 不是种这个就是亲纳的 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 所以我们要追求神的点 好我们看经文 菲律比书三章七节 我们读一下 只是我一二三 只是我心情以为与我有一点 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水 不但如此 我也将万事都当作有水 以我一认识我主耶稣为鬼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 探作粪头为要得掌积 那些与你有益的 那些与你有益的 其实真正在基督上方面 都是与你有所 好雅各书四章四节 你们一二三 你们这些隐乱的人啊 岂不知与世俗为由 就是与神为敌吗 所以 凡想要与世俗为友 就是与神为敌了 我个人觉得今天信徒最大的问题 就是信了耶稣进入神的国 还要继续追求世俗的价值 我觉得这成了很多信徒 信徒许多年信心仍然软弱 生命也没有成长 也没有解除果子来的原因 各位姐妹 我们应当警醒了 我们今天读的在十八节 耶稣再次说 你们应当小心 怎样停 因为没有的 令他自以为有的 也要夺去 耶稣比喻说 灯顶在灯台上 耶稣的话就是这个灯 就是这个光 耶稣的话 现在祂的话 是拯救我们 醒明我们的黑暗 我们可以悔改 但是将来的日子 主来的日子 耶稣的话 会成为审判我们的光明 因此我们现在要 很小心天神的道 天静你自己悔改 悔改一定是你自己的 不是我叫你悔改的 所以我们要拒绝 还要拒绝对世俗价值的追求 这样子我们才能 因神的话 结果之 好 好好听到 最后一个 好好听到的结果 一定是行道 前天静姐妹 这时候我想 大家有时候会觉得 基督徒生命成长困难 这我要说一下 其实不是这样 只要好好听到 假以时日 基督徒的生命 就会成长起来 还会结果子 你看 第四类的种子 甚至说落在豪土里 生长起来 结出百倍的果子 所以什么是豪土 当然耶稣这里解释说 就是你要持之以恒 你要忍耐 但是能结出果子来 不是因为你持之以恒 不是你忍耐 是果 那个种子就有生命 它就能结果子 它就能长大 所以种出结果子的果子来 不是图然的功效 是种子本来具有生命力 所以耶稣一开始解释比喻 第一句话就是这样说的 种子就是神的道 神的道是有生命的 神的道是有能力的 神的道在人心里 就会产生生命的功效 你看圣经一开始 串世纪 就是说 神说要有光 就有了光 万物都是因为神的话 被创造的 西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 神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两人的劲还快 能够令魂与灵 骨节与骨髓都能刺路 剖开 令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病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的话是有能力的 只要你单纯的心接受 不断的学习 认真的遵习 所以在这里我谈到学习的时候 我还要跟另外一件讲 我们不是从理论上 学习神的话 我们对神的话的学习是 投入式 我们的信仰是投入式 我们的信仰不是理论式 理论的东西你一学就知道啊 很容易啊 但是投入式是 你要投入信仰当中 所以你要听进神的话 要去行道 你要把自己的生命 投入到神的话语当中 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 对我有印象 我上次讲的那篇道 我讲了一句话 我说我今天早上起来 突然神给我一句话 我发现说 我们是罪人 原来是真的 我觉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听啊 我们是罪人 原来是真的 有人说哎呀 博中信耶稣都谢了四十年 讲到讲了二十年 现在才知道自己是罪人啊 这个话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话说 我们是罪人 原来是真的 这句话说 我们是罪人 我们是罪人 原来是真的 它是有区别的 对不对啊 你说我们是罪人 这句话 圣经告诉你 传道人告诉我 理论上你知道 我是罪人 但是有一天你说 我真的是罪人 你已经 这叫做投入式 因为你在生活中 经历经历经历 后来你真发现 你就是坏人 这个叫投入式 所以神的话 你要投入进去啊 所以你听见神的话 一定要在生活中去行道 这样投入式的信仰 才会产生真正的果效 你的生命就会成长 你会结果子 所以我们相信 神的道是有能力 那么我们要投入 好 那么今天的经文 我们最后一个段落的小节 就是十九到二十一节 那里经文说 谁是耶稣真正承认属于他的人 那经文最后 为什么说 耶稣的母亲 耶稣的兄弟找耶稣 有人说耶稣啊 你的母亲 你的兄弟在外面想要见你 而耶稣说 谁是我的母亲啊 谁是我的兄弟啊 好像耶稣六亲不认啊 不是这个意思嘛 耶稣是借这个机会告诉大家 你们跟我产生真正的关系 不是血缘关系 血缘关系也没有用 你要跟我产生生命的关系 你要听我的话 行我的道 你就跟我有关系 如果不这样子做 你连这些作恶的人啊 我从来不认识你 离开我去吧 那就是这样 那你不是说吗 有人奉耶稣的名赶鬼耶 我还奉你的名传道耶 那耶稣说 我从来不认识 只有听他话 行他道的 他才真正认识 好 弟兄姐妹 我们回到最后结语一句话 神的道 听尽信了 必然得救 这是经文 经文有的 因为说 那个种子撒下去 魔鬼来把他弄走 为什么 恐怕 他们信了 就得救 那个经文有啊 对吧 他们信了就得救啊 其实神的道 听尽信了必然得救 要好好听到 持之以恒 加以忍耐 你就是诗篇中 敬为神的那种智慧人 诗篇第一篇 昼夜思想 夜花化雨 他像一棵树 栽在细水爬 叶子也不会枯干 他会按时候结果子 注意是按时候结果子 时间到了 就会结果子 所以这就是好好听到 我们把这四点 就读一下就结束 好吧 第一 天神的道 一定要追求更明白 第二 天静的道 勿要 坚持继续相信 第三 听了道还要 拒绝世俗的价值 第四 好好听道的结果 一定是行道 好 我们一起来吧 现在是耶稣基督 百姓感谢你 主啊 今天 当你在信息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主啊 求你让你今天的信息 帮助我们 让你 我们对你的话语 能够有思考 有追求更加的明白 主啊 很多的时候 我们很随便听见你的话 很随意 我们的话 听见你的话 好像傻在路旁一样 有时候魔鬼就工作了 就把它拿走了 所以今天求你帮助我 让我的心成为好的 更要让你的话 是生命的种子 主啊 我打开我的心 愿意接受你的话 把你的话放在我心里 在我里面 必然结果 必然得到永远的救恩 主啊 我们谢谢 祝福我们美人 我们如此祷告 分耶稣的名 耶 好 各位姐妹 接下来我们是圣餐聚会 如果有人想要离开一下 你再回来 你再回来 你就生一轻如致病 那有些人说 我还没有受洗 没有受洗 我也建议你可以参加 因为圣餐是看见的道理 你在看的时候 你会明白神的道理 我小时候 就是天天看圣餐 看大人 因为小时候就去聚会 那圣餐没得吃嘛 对吧 小时候 孩子不给你施洗 就没得吃 那我就天天看 天天看 所以看圣餐是有效果的 不认识 没有效果 小孩子也看得懂 所以这是很容易的道理 好 那么今天讲圣餐呢 我就跟弟兄姐妹读一个地方的经文 我就想跟大家回到 上一次我所分享的 《路加福音》第七章 就是那个西门还有罪的女人 我想跟大家读的是 四十七节到五十节 如果有的话 你们手机可以打开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我告诉你们 他许多的罪都赦你了 因为他的爱多 但那赦你少的 他的爱就少 于是对那女人说 你的罪赦你了 同时的人心里说 这是什么人 解释你人的罪 耶稣对那女人说 你的性救人 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在这段经文当中 我们谈到 耶稣被西门前到她家里去吃饭 然后一个有罪的女人 因为听见耶稣的话 她悔改了 她要来谢谢耶稣 她要来谢谢耶稣的时候呢 那她就准备了膏油 然后她呢 来到耶稣面前呢 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 她眼泪就把耶稣的脚哭 哭湿了 然后这个女人就用自己的头发去擦 擦擦擦擦擦擦干了 她把自己已经准备好的膏油呢 就抹在耶稣的脚上 但这个女人在这样做的时候 请耶稣吃饭的西门就心里在想 耶稣是新知吗 这个女人是罪人 她怎么可以让罪人这么亲近她 这不可以的 但西门这样想的时候 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 就讲有两个人 都请了这个债主的债 然后 他们都没有能力还债 然后耶稣说 那个债主 算了 我把你们抿了 他们都抿了 那耶稣为什么那天吃饭 要讲这个故事呢 耶稣讲这个故事要给谁听呢 当然要给西门听嘛 对不对 那要给西门听 要让西门知道什么事情呢 如果耶稣直接说 西门啊 你就是跟这个妓女一样啊 西门会悔改啊 西门会认罪吗 西门会接受吗 如果我说你是这样的罪人 你接受吗 从此不来这个教会了 我总说我是禁忆 从此就不来了 对呀 我说你你不接受的 别人说你呢 你也不接受啊 你怎么会接受 你是个罪人 你怎么可以接受 你是个罪人 你自己说你自己没问题吧 你自己说你自己 在心里说一下 说了吗 你自己说你自己是没问题的 所以这就是耶稣说 我定十字架 不是成为全世界人的赎架 只能是多人的赎架 那个多人是什么人 是认罪的人 那认罪要怎么认 我在这里宣判你的罪 没用了 所以我们知道教会 要停止一些人的圣餐 如果你犯罪太严重 会停止你的圣餐 但是停止圣餐 不是说你的罪就设吧 很多人误会 我今天放了罪 圣餐先不吃 然后就没罪了 谁说的 停圣餐可以设罪 我们集体停一次多好 对吧 大家一起停嘛 今天不吃 大家最涉及下次来吃 多好 教会定你的罪 或者别人定你的罪 就连耶稣定你的罪也没用 罪不能生 怎样的罪可以生 自己心里说 你自己心里说啊 所以圣经怎么说 圣灵来了 干什么 圣灵不是在讲台上说 你们是罪人 圣灵不是这样说的 圣灵在你心里说 自己责备自己 自己审判自己 我自己是罪人 所以哥林多书吃圣餐的时候 保罗怎么讲 你们要心里自己省判 保罗省判没有用 那个 那个 与祭母行淫的 那个人在教会里公开 还与祭母行淫 保罗说 把这个人赶出教会 赶出了也没有用 罪不会生灵的 只有他自己知道 我是罪人 自己悔改 所以这就是耶稣 为什么要跟那个西门讲故事 因为耶稣对他讲没有用 所以有时候 我觉得世界上最可怜的人 不是我也不是你 最可怜的人是神啊 其实我们常常说 我在苦难中 谁在苦难中 你知道最苦难的是谁 神是苦难的神 他还有苦说不出 他还苦没人讲 他讲了也没人理解 你懂吗 我心里苦跟你讲一讲 你还可以懂耶 神心里苦谁懂啊 你会觉得神心里苦吗 他说有多苦讲了你听得懂吗 那次神要灭掉所多玛 在旧约串世纪 神要灭所多玛的时候 那神就说 这些所多玛都恶达到我的印象 我要把他们灭了 但那次神跟亚伯拉罕在一起 神说 我要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的朋友 那可见亚伯拉罕 算神的朋友 那我要问大家 你什么时候 会把什么样的事情 告诉你的朋友 快乐的是 还是不快乐的是 耶稣灭所多玛 神灭所多玛 神灭所多玛这么快乐啊 其实神那里很苦啊 祂要灭所多玛 祂不苦 所以约纳的神迹嘛 约纳不去宁尼威传道 神派约纳去啊 神说约纳啊 约纳 这个城里有十二万人啊 不能分併左右手 这个我们以前有人解释说 是小孩啊 是老人 这个是错的 不能分併左右手 这是一个俗语 它的意思是 不能分併善恶 就是说 您一位城的人 不能分併善恶 没有道理的 没有伦理 有十二万人 但是神说 我还是爱他们 我不顾惜吗 所以神灭所多玛 神心里很痛的 这个痛 谁能懂一点点呢 只有亚伯拉罕 为什么亚伯拉罕可以懂一点点啊 他只有罗德在那里啊 你们当然不懂啦 你们有谁在那里啊 也没有爷儿子 也没有亲人 一个都不在所多玛 灭就灭了啦 这些恶人 神啊对吧 你看圣经有一次 耶稣到了撒玛利亚嘛 撒玛利亚人拒绝耶稣 耶稣不可以来 然后门徒就说 耶稣啊 要不要祷告 把天上的火降下来 把这些人通通给烧死 这些门徒一个个这样子 我们常常说 神啊把这些恶人灭了吧 神不痛吗 恶人难道不是祂的人吗 其实神心里是非常痛的 其实神心里更痛的一点是 我们不认罪 不认罪就没办法 你不认罪 耶稣钉十字架也没用 你觉得你不认罪 耶稣钉了十字架有用吗 耶稣钉十字架是为所有人赎罪 还是为多人赎罪 所以我们要在死 要认罪 我们才能得到这个救恩 其实说白了 神让我们这些人认识自己是罪的 神是用心良苦啊 神就像耶稣就想让这个西门 知道自己是罪的 跟这个有罪的女人是一样的罪的 耶稣也用心良苦 其实神在我身上 一样的花了很多的心思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放了罪 没有人可以赎罪 就像耶稣讲的比喻 一个庆五十两 一个庆五两 谁庆的多啊 一样多 一样多 都不能还债 是一样多 那后来神说 免啦 免啦 太好了 白白的恩典 白痴的武昌 免费的早餐 你想多了 哪有免费的早餐 所以有时候我们讲白白的恩典 真的以为是白白的 哪里是白白的 是重价的恩典 还是在这个晚餐 路加福音这里记 耶稣在西门家里吃饭 路加福音到了后面最后 最后的晚餐 耶稣和门头一起坐 然后耶稣拿起饼来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生的 耶稣拿起饼来说 这是我的血 为你们流出来的 为了叫你们 醉得神 然后路加又写了使徒行传 写到新约教会 耶路撒冷的教会 他们天天波扁祈祷 天天纪念耶稣的恩典 他们就像那个女人 把香膏信给主 他们防务功用 彼此相爱 彼此接纳 彼此饶恕 把耶稣的恩灵 透过这个教会的人 把它活出来 希望我们今天 也成为一个治养满恩的人 好不好 就叫我们一同来祷告 耶稣最大的痛苦是我们 有罪不认罪 耶稣最大的痛苦 最大的无奈是 我们不觉得自己有罪 各位姐妹 耶稣的救恩 已经为我们成就了 耶稣已经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 祂已经为我们流血 为我们死罪了 约翰福音 约翰一书 一章九节说 神是信实的 神是公义的 只要我们心里认识我们的罪 祂就洗尽我们一切的不易 各位姐妹 我不想报一条一条的罪 也没有用 你自己不悔改 不认为自己有罪 也没有用 你就自己心里思想 顺从圣灵的引导 自己悔改 自己审查自己 主啊 我贵你 我们在圣灵前 每个人 我们用一分钟的时间 你自己在圣灵前 各位姐妹 我们一起来 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 凭着基督的慈爱 我们也带着清悲悔改的心 我们在圣灵前来祷告 爱我们的主耶稣啊 为我们生命流血的主啊 我们谢谢祢 祢的心中充满灵敏 充满慈爱 祢的心和我们罪人一同被爱 祢为我们的罪人一同被爱 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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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在我自己心里认我自己的罪 所以今天让我自己来信查自己 今天让我自己来审判我自己 主啊 我是个可怜的罪人 求你的宝血涂抹我的罪 洗尽我一切的罪 小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遮盖我们 遮盖会上 洗尽我们所有的罪 我们如此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这件事我们一起祝福 我们一起祝福 老弟姐妹 我们先为这柄来祝福祷告 在最后的晚餐 耶稣拿起来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的身体 就相当于 内听那个有罪的妓女 还是那个 假冒伪善的法利塞的希罗 只要他们认罪 耶稣就 为他们 单单他们的罪 为他们赎罪 洗净他们 今天你也一样 你愿意 认罪悔改吗 我们来祷告 现在祝耶稣基督 当我们看到这柄的时候 祝福祂是你的身体 是为我们的罪被挂在十字架上 是为我的罪而受审判 祝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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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罪而死 祝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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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lic 祂都可以有一瓶香膏信给你 我呢 我拿什么信用 主啊 愿我也能把我生命最宝贵的 信给你 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名 弟兄姐妹这是主的身体 为我们过的 当我们每个人 拿到领受的时候 我们要承证感恩的信 这不是白白的恩典 这是终家的恩典